接下来再画一张漏斗图 漏斗图在这里 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 我们重新画 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漏斗图 他就准备要塞在这个地方 漏斗图是不是有群组跟直 对吧 所以刚刚我其实是想把这一个 直接复制贴上 然后改图 然后把群组换成纸类别 本来我是想这样做 好 反正做法很简单 就是漏斗图 然后接下来产品纸类 以及进口金额 他就会自动把产品纸类放到群组这边 然后进口金额就会放到纸这边 对吧 好 这样一张图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说 太多 像例如说好了 小于100万美金的 这个根本就不太需要呈现 你们觉得对不对 因为代表他不是主要的纸产品类别 好 先做到这边四个动作 四个动作可以吗 请你先做漏斗图 至少这张有几个 也蛮多图了 我觉得还不够 还要再加一些描述性统计 你们知道什么叫描述性统计 大一统计交的 统计一定要学描述性统计 因为他是一刚开始 什么叫描述性统计 加总 平均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对吧 对 你们都忘了 我的意思说在这边 你至少要放一点 例如说 总进口金额 这个就是你要做进口计 你不信 你不管交出任何计划 你一定先写吧 例如说 民国110年 然后那个进口总金额多少 对不对 这就是描述性统计 可以了解吗 就是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 先把描述性统计 稍微先讲一下 好 我想再请你们改一个 不好意思 画面就用一下 请把 请打开筛选 请打开筛选 然后 请把这个最下面 所有页面上的筛选里面 有一个叫中国大陆与香港拿掉 因为这个是重复计算的 可以吗 这样才是正确的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 好 来 请你们改